花草茶的清晨 敲开谁的心门 这次不准做个木头人 花草茶的黄黄 换帮谁的体温 不再怕梦里都一个人 渺小的眼神安定时针 彻儿 这孩子是谁呀 这么瘦小 母妃 您怎么来了 今天是你半毒 第一次进宫的日子 我过来看看情况 你说说 这么大热的天 你穿这么多衣服干什么 还有 这个内衬搭这个颜色的衣服 实在是太难看了 我跟你说过 梅妃 我已经不是小孩子了 那又如何 不管你在外面怎么威风 到了我面前仍然是个孩子 让娘看看香囊带了没有 带了没有 没有 为什么不带 那个香囊带了 像是给女孩子用的 与儿臣实在不服 我跟你说过 这个香囊你出门的时候 一定要戴在身上 你怎么记不住啊 你老是这么任性 这已经是第三次了 我让你不要去学军队里的那一套 你就是不听 你以为为娘是在害你吗 你想当将军 可你不看看自己有没有那个天分 倘若这孩子 有个三长两短 你让别人如何看待你 你让你父皇如何看待你 你如此乖章鲁莽 为娘何时才能放心啊 母妃 其实我是 好好躺着 别起来 母妃 你看她并无大碍 她只是 你住口 自己犯了大错 却毫无悔改之心 你真是太让我失望了 你叫什么名字 为娘娘的话 我叫殷采倩 殷采倩 好有意思的名字 你想吃什么 我命人做给你 我想吃烧鹅 好 你刚刚醒过来 你刚刚醒过来 直接吃烧鹅 可能会油腻了一些 不如 先喝碗汤 现实世界里 苏贵妃早逝 时宜没了母妃 可没想到 在梦境世界里 苏贵妃就如此优雅 太迷人了 谢贵妃娘娘 采倩能喝到 您亲手盛的汤 真是三世兄来的福气啊 哪里的话 今日的事啊 是彻尔的错 还请你不要放在心上 苏费 您怎么可以这样 和一个半毒说话 有失了身份 住口 你别以为我没有听到 你刚才那阴阳怪气的咳嗽声 快给采倩道个歉 儿臣做不到 子不教母知过 我今日就让你道个歉 你都不愿意 可见平时我不在的时候 你有多嚣张把扈 你若改不掉你的性子 日后惹出大事 为娘要这身份 又有何用啊 儿臣出去透透气 少时便会 你 这孩子 越来越不像话 莫非 十一第一重梦境的心结 便是苏贵妃 娘娘您消消气 其实 刚刚的事情 不是娘娘您想的那样 十一殿下还是有很多事情 让娘娘开心 对不对 也是 不过 那都是她小时候的事情了 不过 十一殿下现在对您也是一样的 若是您 有点什么伤病思痛 恐怕她比谁都着急呢 所以啊 你也别跟她计较了 其实她呢 就是受不了烧鹅的味道 平时对烧鹅也是敬而远至 连碰都不会碰一下 所以刚刚脾气才会冲了一点 原来十一不喜欢烧鹅 亏她平时还那么费尽心思为我准备 而我却对这件事一点都不了解 没关系 从现在开始 我就当重新认识你吧 快吃吧 那个叫殷采倩的 简直不可理喻 不仅对您出言不逊 还打鬼主意 打到贵妃娘娘的身上了 看她那花言巧语的样子 殿下 这样的人是否可以重用 请三思啊 察言观色 另辟稀浅 也不失为一种材质 只是让她受这么点皮肉之苦 她就 本王也是闻所未闻 见所未见 不过事已至此 我也不能再罚殷采倩 只怕这样 会引得母妃再不开心 这还不容易 既然不能由您亲自动手 那就假借他人之手 去惩罚殷采倩好了 此事就交由属下去办 我定会好好训练这个殷采倩 殿下已立功太久 怕是会引起贵妃娘娘的误会 还是早些回去为好 好 真的呀 这宫外的有趣事啊 你可要多跟我讲一讲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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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 好了 不能再乐了 你身子刚刚恢复 需要静养 这天色已晚了 不如留宿宫中 好好调养调养 母妃 您是贵妃之审 岂能留宿外面的男子 不是留于本宫宫中 是交于彻儿你来安排妥当 什么 母妃 我可 这不必了吧 她不是挺好的吗 我已经做了决定了 你岂能忤逆 我已经做了决定了 不过也好 跟着十一 直接找寻心结 速展速学 儿臣先先告退 等一下 蓁儿 是 你把这个带走 好生带在身上 母妃 还有 以后不许再提当将军的事 母妃 您为何又给我这个东西 我一堂堂七尺男儿 整天带着这等物件 称何体统 你是在顶撞我吗 我看你胆子是越来越大了 我自有我的道理 那母妃就将道理说与儿臣 不然儿臣无法说服自己 儿臣已经成人 可以自己给自己做决定 不需要母妃 您将所有观念强加于我 我强加于你 彻儿你这番话 实在让我太寒心了 我一切都是为了你好 既然母妃在气头上 儿臣也不便再留在这里 惹您心烦了 我先行告退 站住 站住 气死我了 娘娘消消气 采建这就为您看看殿下去 你离我远点 本王不习惯夜晚有人跟着 你走到我前面去 什么 堂堂一个皇子 莫非还怕鬼不成 不对 可能有诈 我可以到前面去 但是 殿下若是跑了怎么办 这么晚 这么大个皇宫 我到哪儿去找你啊 你还真是够蠢的 这地上不是有本王的影子吗 难道我还跑了不成 那我们要去哪儿 总得有个方向吧 我自然会告诉你的 你就放心走吧 你 殿下 我有一个疑问 殿下经常和贵妃娘娘吵架吗 你问这个做什么 因为我觉得 贵妃娘娘是个好人 殿下也是个好人 两个好人在一起 为什么要互相生气呢 和和气气的不好吗 你 觉得我是个好人 嗯 殿下当然是个好人 虽然 凶了那么一点 你认真一点 看脚下 不该问的别问 终于让我找到了 不能直接对云尘下手 它会引起月花时的反噬 只能通过印才前 所以不能让二人分开 你 怎么进行俏俏的 怎么进行俏俏的 十一又傻了吗 不对 有问题 你 我怎么了 怎么是你啊 殿下呢 你有没有脑子 殿下这不是派我来了吗 我会将你好好安顿的 殷子仙 我先离开一会儿 你在这儿等我啊 哪儿也不许去 又是他 来 笨蛋 一饮就上当 奇怪 明明进了这个房间 又让他给跑了 想必 这应该是某位萌萌达皇子殿下的寝宫吧 让我休息一下 一会儿就走 这是银丹草的味道 用这种香料做香囊 也真是心有啊 这难道 请车王殿驾入请 我非真是的 干嘛非要给我这种东西 害我今日 在他们面前当众出仇 嗯 我非真是的 谁啊 是你 好啊 你好大的胆子啊 生更半夜 还敢跑进本殿下的寝宫 你还敢一直盯着本殿下 你脸糊什么呀 你见了本殿下还不用敬语 还敢出现在我的床上 你 你给我下来 你下去 看来 殿下平日里 倒是别有一番情趣啊 我看这些玩偶和不老虎 倒是别致得很 品味不错呀殿下 对了 我在宫外 认识几个女工不错的师傅 要不要有空照进宫来 和殿下切磋切磋呀 你 你把东西还给我 你 你给我 看来还挺珍惜的嘛 好啊 那我还给你 你可要每天都待在身上哦 你这个口无遮拦的小毛贼 鬼鬼祟祟 闯进本殿下寝宫 你究竟有何企图 跟我去见颜大人 名字取得像个女人 你这力气倒还挺大 这手上功夫 比嘴皮子功夫还厉害啊 我还有更厉害的呢 听我 你怎么跟个狗皮钢药一样甩都甩不掉啊 你究竟对我有何企图 我能有什么企图 我都被你罚成这样 有时晕倒 有时摔跤 现在还莫名其妙被你欺了一口 我这企图未免也太自残了吧 本殿下对你的赏罚 你居然还敢说是自残 你还不赶紧给我谢恩 恩你个头啊 你 我告诉你 我这辈子最后悔的事 就是晋宫给你当了伴毒 殿下当着贵妃娘娘的面 答应得好好的 说会安顿我 照顾我 结果呢 表里不一 你什么意思啊 算了算了 你先去沐浴更衣 此事 让我想想再做打算 好啊殿下 那一会儿见喽 这个十一傻 居然这样 还一脸嫌弃地看着我 还有一个什么 朝思暮想的姑娘 气死我真是气死我了 莫非 她心里就是这样想的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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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啊 啊啊 啊啊 你真的不知道怎么回事啊 难道你也没听你说吗 我骗你做什么呀 我也是刚脱完衣服准备睡觉 突然就被拉到这儿了 明眼对你说什么了 他说这镯子是欧族之物 关键的时候 会在这梦境世界里面保护我 梦境世界 这究竟怎么回事 总的来说呢 就是你十一哥现在有生命危险 我要进入她的三重梦境 解开她的三个心情才能救她 可是我也在想 明眼怎么会派你来帮我 怎么 瞧不起我 我可是临 我可是临时找明眼 学了很多的武术 你以为随随便便找个人 就能钻进你的小桌子里 好了 说这么多 你到底有没有弄清楚 她第一个梦境里的心结是什么 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 这第一重梦境的心结 应该就是十一与贵妃年代之间 不过 我也不知道该怎么解开 所以 只能走一步看一步了 你的意思 我母妃还活着 嗯 莫妃你也想见她 算了吧 算了吧 梦境世界都是假的 不见也罢 你能想开那就最好了 嗯 不过 十二哥 我问你个问题啊 就 刚刚 你看了多少啊 你说你刚刚洗澡啊 你说你刚刚洗澡啊 放心吧 这大皇宫之内 美女如云 别说女人了 就算男人长得比你好看的 也多的是 像你这样的小包子 我是不会有任何印象的 你 你怎么能这样呢 实在太讨厌了 我怎么了 我不是一直都这样吗 你放开我 万一有人看见呢 怕什么 放开 我不 我的妈呀 你怎么来了 我 我就听到你的叫声 以为你出了事 所以就赶快过来看看 没想到 你们继续 十一哥 我走了 你别误会啊 十一哥 你不认识 他说的不是十一哥 他说的是十一个 他说他找了十一个地方 才找到我 那 那他是你的谁啊 对啊 我是谁啊 你是谁啊 他 他就是 他是那个 他是我的旧相识 他在宫里当差 因我入宫后久未回家 所以我家人 托他来找我 你们就用这种方式相遇啊 你们就用这种方式相遇啊 而后 干柴烈火 亦乱情迷 接下来 是不是就要准备 我先走了 你站住 你瞎说什么呢 我们是很纯净的男女关系 不对 男男关系 你跟我出去 我给你解释 走 出去 进去 快呀 你放开我 你给我 以前你放肆 你居然依托离我的眼皮之下 就如此不安分 你竟然还 还好是被本王撞见了 若是换了别人 定把你马上关起来 我错了 我错了还不行吗 我错了 尹采倩这个人 真是好生奇观 女孩一般的名字 又熟悉女泽女介等书籍 教授也像女孩 方才又 难道 这就是传说中的龙羊之批 你可明白 以你这歪门邪道的心思 宫中又如此险恶 你怎么活着走出三里地 你怎么活着 多谢殿下 可是 可是我也没有歪门邪道啊 我怎么可以说 有龙羊之号是歪门邪道呢 好了 我是皇子 知天下所存之事 心可纳百川 我是不会介意 你有龙羊之号的 有龙羊之号 怎么 不信啊 这样 建完我的床 就让给你睡 我睡地上 反正 我也答应了母妃 要好生照顾你 你还真是不懂得拒绝啊 你还真是不懂得拒绝啊 你睡了吗 到底睡没睡啊 到底睡没睡啊 还没 殿下是有什么话想说吗 听说 有龙羊之辟的人 都爱得很艰难 那你呢 你呢 给我讲讲 你的故事吧 我爱的人 是世界上最英勇的男子 是世界上最英勇的男子 我爱的人 只要信你闻起 他曾经对我说 他这辈子只会爱我一个人 只是我那个时候 还不明白爱情是什么 甚至对于他的喜好也置之甚少 直到有一天 我差点失去了他 我才发现 他在我的生命里有多重要 幸好 老天又给了我一次机会 从尽往后 他生命里的任何一件事 我都不会再错过了 我很欣赏你 那殿下可否给我交换一个秘密 不行 殿下是有个欣赏人 有 当然有 我日后 一定会娶到他的 我 来 七个人 改变 才把说 这个 我 人家 我 我 我 然后 她 永快 我还是不舍得 命运终身搓紧过 那交错的萤博 千年之后的传说 都会见证你和我 你是我的往后